说要小孩这事 然后他就说 他说必须 趁着小普川年轻力壮 记忆还好的时候必须有孩子 对 因为他觉得两个人 在一起生活结婚这么多年 必须有孩子才完整一下 当我养了狗之后 有狗之后 我就能接受这个事 有时候 这是我自己困惑 我会觉得我 我没有把握 能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好人 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社会是这样的 然后我 我真的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 就是看着他从小在 看着垃圾电视剧 然后吃垃圾食品 然后 对 因为我 我不太认可这个国家的 很多人的生活 这个想法会制约 会制约受益的成功率的 你知道吗 我看着我 不知道到底是你们俩的孩子先出生还是你的专辑先出生 大胆预测一下 浦老师 你这个乌鸦嘴 我让你预测 我让你预测 肯定是唱片 肯定是唱片 同时多好 肯定是唱片 加把劲 都 都 都一块最好 让老天爷安排 让你倒下来 我先给你